Hello RAV4的車友們大家好 今天呢一早又要跟大家分享的安裝的車種 是這台算是4.5代 17年然後2.0的引擎 那要改裝的是KT的道路板避震器 我們來看一下前面已經安裝好的部分 因為上個禮拜好像也剛好有開這一台的安裝 那很謝謝車友很捧場 如果有需要試審或詢問的話就不用客氣 多多跟我們聯絡 我們來看一下前面的部分 前上座呢我們一樣有附一個強化的上座 所以不用再拆原廠的上座來沿用 那上座會有一個Logo 這個Logo就是在調整阻尼的地方 從這裡呢來順時針呢像這樣子就是變硬 一個一個的手感 逆時針呢就是變軟 一般來說呢如果鋁圈輪胎都還是維持原廠的規格 那我們呢大概會調到中間指左右 KT的話呢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所以等一下呢像這台車的話 預計大概是調到中間指15段 那車高的部分 預計啦像RAVOR的話 其實它車高修理車車高會比較高 剛剛到場的時候這裡的指縫呢大概是7-8指幅 後面的話更高 後面的話大概有8-9指幅左右 所以等一下降低下來的車高呢 預計啦 預計大概是剩下4指幅左右 那也就是呢 比原廠降低大概4-5指幅 那前面的部分的話 它有一些RAVOR專用的東西 像這個下座的話 就是RAVOR專用的規格 它的油管固定位置 還有ABS感應線呢 這個都是跟原廠的位置一樣的 那這裡還有一個塑膠的扣距 那離載算的話呢 不用再花錢改短的離載算 或者是改強化的 直接呢 沿用原來的原廠規格就可以了 那前面的彈簧公斤數 我們配置的呢 比較舒適 像這一台的話呢 配置是220長6公斤的彈簧 以休旅車的公斤數來說 算是還蠻舒適很輕 像上個禮拜五的車友來捧場 那它一試車之後 就覺得15段 有一點 太跟原廠一樣的舒適度 所以呢 它就要求我們把它調到大概18到19段 所以主泥呢 都是可以調整的 那至於用料的部分呢 像主泥油的部分 我們所選用的是意大利一整桶 從意大利進口的主泥油 並不是授權來台灣在做滾裝的油品 所以它的油的穩定度也好 還有消泡性的 或者是種種表現都相當的不錯 那唯一的缺點應該算是它的成本會比較高 因為畢竟是從意大利進口的 所以它的主泥油油品呢 穩定度相當不錯 那油縫的部分 有關到車友最會關心的應該是說 壽命的部分 壽命的部分的話 我們所選用的油縫是 日本NOK的油縫 所以它的壽命的話 都還有一定一定的水平 那車高的調整呢 它並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是從桶身的地方來調整 所以我們把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旋鬆之後 它的藍色的腳管往下延伸呢 它的長度就變長 車高就變高 那相反的呢 它的腳管往上縮短 整體長度變短之後 它的車高就變低了 所以剛剛 調高跟調低的整體的乘坐感覺呢 這裡都不動到 因為不是靠壓縮彈簧啊 所以它的調高跟調低的區間範圍 第一個 比較寬裕 第二個 它調高跟調低的乘坐的感覺呢 是不會差異太多了 當然呢 車高的降低 如果降低的幅度 比較大一點點的話 車的重心就比較低 所以當然穩定度呢 就會比較好一點點 所以這個是前面的部分 那後面的懸吊系統 跟大家介紹一下 可以把第4.5塊做的嗎 那後面的部分 後面的話呢 我們配置的彈簧光結束呢 這個也是6公斤的彈簧 這是4.5代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懸吊系統 它的後面懸吊系統呢 算是一個 多連桿雙A的懸吊啦 那 它的底盤其實有很多的地方 比較特殊 譬如說這個 這個仰角的局部結構呢 這裡是用魚眼結構的 一般來說呢 如果 比較沒有要求的 其實這個地方 它是用一個 就是鐵套 那下方的話 也是一樣 下方這顆螺絲的話 也是一樣 那後面的話呢 我們也是一樣 高低可以調整 像這台車 它有配備HID 所以這裡還有一個 一個 那個水平的感應掉下 那 回到 地電器的部分 彈簧的上方呢 我們設計了一個調整機構 一般 一般日語說的 Hilo Key 那這個調整機構呢 它就是來改變車高 那如果呢 這個調整機構呢 把它 這兩個托盤呢 往下延伸 它的長度變長 車高就變高 所以 說的比較短呢 車高就變低 所以車高的調整呢 就是在這個 Hilo Key的地方 那這邊還有一個 統身的結構 這個統身的結構呢 我們一般來說呢 是正差的避電器系統 但是把它做倒裝 那倒裝的好處跟優勢呢 就是它在避電器的下方呢 就能夠做主流的調整 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藍色的旋鈕 這裡的話呢 就能夠做主流的調整 所以對車主來說的話 還是比較方便 不用再把一整支的避電器 把它卸下來 就能夠做調整 所以 車友的話 在後面的主流調整 需求呢 也比較簡單一些 不用再為警律 那個 技師呢 幫大家做調整 那後面的 安裝的技巧呢 其實就只有一個 就是不要把後面的彈簧呢 預載過多 因為後面的彈簧 一旦預載過多 因為後面的彈簧 就一定會不好做 所以 統身的長短 跟彈簧兩者之間的匹配呢 是後面像這樣懸吊系統 安裝上最主要最主要的 技巧 那後面的話 我們配置的是 210厚6公斤的 Rub4專用的彈簧規格 所以整體的舒適度 都還是相當的不錯 那 原廠的輪胎規格的話 在這裡 原廠的輪胎 225 這個是225吧 225 6、5、7 在哪裡 這裡 225、6、5、7 所以這個輪胎規格 都還是維持原廠的規格 那這個的台幣 它的台幣比較厚 是原廠的規格 所以 它的整體的舒適度的話呢 就會比較好 因為這一台車還蠻多的車友 改到19吋 那19吋的相對的扁平比呢 就會比較薄一點點 它的操控性的話就會比較好 另外有一點改裝避震器之後 需要跟車友一起討論的就是這個胎壓的部分 因為一般我們原廠的避震器呢 它對胎壓的容許範圍會比較寬 像是在駕駛座的門旁呢 就會有一個建議數值 來 我把我拍駕駛座 在日汽車呢 日汽車一般我們把門打開之後呢 在這個地方呢 就會有一個建議的胎壓值 像它的胎壓值建議就是32PSI 前面跟後面呢 都是各32PSI 那如果呢 一般來說 如果改裝之後的胎壓呢 如果打得太高的時候呢 就會變得比較彈跳比較敏感 所以胎壓的建議值呢 就會建議依照原廠的胎壓來施打 像RAFO的話 原廠建議32 那我們就大概打到32的位置會比較剛好 我們已經安裝完成了 預計啦 這台車降下來的車高大概是 前面的話大概4.5指幅 後面的話大概4.5指幅左右 已經比原廠的車高呢 降低的幅度也不小 但是沒有要再低 所以也不需要再多花洋小調散器的費用 OK 以上是今天的RAFO 4.5指幅 4.5帶170PSI 7年款的直播分享 如果車友們有需要試乘呢 或者是有任何的問題 可以私訊給我們KT的小編 謝謝大家 掰掰